千军一发 汉高祖刘邦死后 他的儿子刘盈继位 吴王刘碧见皇上年幼 于是在暗中联合其他的几个诸侯谋反 吴王手下一个谋士没成 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向刘碧劝阻道 大王目前的形势非常危险 就好像用一缕头发吊着千军众的东西 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 下面垂在无底的深渊 这种情景即使是愚蠢的人也知道危险 您反叛汉朝就像这一缕头发一样危险呢 吴王最终没有听取梅城的忠告 他集合了其他六个诸侯国反叛 结果全被消灭了 千军一发这个成语 如今常用来比喻事情的状况十分危急 好了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成语故事吧